欢迎仪式后 李强同哈希娜举行会谈 李强表示 中梦建交近半个世纪以来 始终相互尊重 相互支持 双边关系平稳 健康发展 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女士举行会晤 必将为中梦关系进一步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中方愿同梦方一道 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 更续传统友谊 深化互利合作 推动中梦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李强指出 中方将始终把发展对梦关系 置于周边外交优先方向 愿同梦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 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新能源 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 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 促进人文交流 为各自现代化建设增添更多助力 中方支持中国企业同梦方加强产业投资合作 携手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中方运同梦方加强多边领域沟通协调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更好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哈歇纳表示 梦方珍视 由两国老一代领导人缔造的梦中友谊 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明年是两国建交50周年 梦方运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 深化互利合作 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加强国际事务协作 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会谈后 两国总理共同建政签署 经贸投资 数字经济 医疗卫生 教育 媒体等领域 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双方宣布完成中梦自贸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 同意启动中梦投资协定升级谈判 双方一致同意 将2025年确定为中梦人文交流年 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双方一致同意启动